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差点日更三天的肘子 这期视频上线当天就是我开始摸鱼 就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发售的日子 而两周之后的11月11号呢就是万众期待的美国老兵级 整整20年前1999年的双十一 诞生了一位如今都快被人忘记的老兵 他的名字是代表了美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荣誉勋章 Metal of Honor 当然没有陆寒上校不是上将不是上帝胸前的这块长级别高 虽然很多人并不了解或者并不记得这位老兵年轻时的模样 但他的一生之敌使命召唤 肯定记得他俩之间的龙争虎斗和这位老兵的戎马一生 1997年8月底 根据电影人改编的N64独战游戏007黄金眼 一惊问世就寂静思作 尽管国内由于主机文化的缺失 玩家对这款游戏印象不深 但在国外说这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FPS这一 绝不是夸张 黄金眼在以三分铸成的任天堂主机上 都卖出了800多万套的销量 甚至压过了塞尔达十字底 为令N64历史销量宝第3 仅次于怪物级IP超级马里奥64和马车64 在黄金眼风头无两之时 97年的11月份 却有人主动请领要为PS平台做一款 能抗衡007黄金眼的游戏 而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屡破票房极度的商业电影巨人 郭敬明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而这款游戏当然就是荣誉寻找 当时可不比现在 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做走写实路线的二战T3FPS 因为以当时的画面和技术 电子游戏根本写不了实 而且你二战那些落后的破烂武器 打起来一点都不酷 你看半条命的题材是科幻 德军总部融合了科幻和魔幻 黄金眼是特工题材 而且是电人改编 三角洲部队之类的描写都是现代战争 而杜姆都已经脱离地球了 这些在当时的玩家看来都很酷 但对于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来说 写实二战不流行 没关系 那就让它流行 1998年 梦工厂推出了那部经典的二战电影 我的兄弟叫瑞恩 拯救大兵瑞恩 随着电影掀起的二战热潮 次年1999年老兵节问世的荣誉寻掌 大杀四方 Ign编辑不光给这部作品打出了923的高分 也在评测中说到 属于PlayStation的黄金眼 终于到来了 尽管受限于PS的机能 游戏很难像电影一样表现出真实战争的氛围感 但荣誉寻掌的创作者们 还是跟拯救大兵瑞恩的创作者们一样 跟随一位退役老兵军事顾问 提案了真实的军事训练 之前让007黄金眼最言以为傲的 就是他那领先于时代的敌人AI 而认真追求真实的荣誉寻掌 在敌人AI方面对比黄金眼 可以说是就过之而无不及 甚至能让现在很多外表光显的FS汉眼 那举个例子 如果你朝初代荣誉寻掌里的德军扔手雷 他们有可能跑开 有可能把手雷踢开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一位纳粹烈士 扑向手雷用血肉之序保护其他队友 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 对整个战争片类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一年后师出同门 同样由曼工厂制作 斯皮尔伯格编写故事的荣誉寻掌 又为整个FPS类型开辟了一篇 之后血流场合 甚至一度成为FPS战争主战场的新战场 写实二战题材 而荣誉寻掌自己 凭借着大获成功的初代 和一年后的续组地下抵抗 已经抢先登陆了这篇战场 在当时一款游戏的成功 一个IP的出现 对开发这款游戏的工作室来说 不光意味着财富和梦想的实现 也意味着你有可能会面临EA的首购 更何况荣誉寻掌从一开始 就是由EA发行的 所以梦工厂旗下的游戏工作室 梦工厂互动 在初代问世的一年后2000年 不出意外的被EA收入的囊中 成为了EA洛杉矶工作室 而荣誉寻掌也是从2000年开始 迈入了比体育年货更夸张 有时候一年发售两到三款作品的 超级年货起 而EA洛杉矶这一家工作室 显然无法满足EA所要求的 补助剂生产力 所以就在EA洛杉矶正在为荣誉寻掌打造 登陆PS2、XBOX和NGC的 次世代续作前线的时候 不堪信于这个FPS IP的影响力 只停留在主机的EA 找了个没啥名气 只为一款叫SIM的鸽子 在游戏开发过资料片的野技工作室 来为荣誉寻掌开发第一款 登陆PC的作品 联合突袭 而这家叫2015的工作室 就像是二战中被珍珠港事件 唤醒的瑞尸美国 即将成为颠覆整个FPS世界的新力量 初代荣誉寻掌受限于当时的机能 无法展现出像诺曼尼登陆那样 宏大壮观的战争场面 所以玩家只能潜入敌后 为盟军的登陆做了准备 而梦中场的前两部荣誉寻掌 所积累的人气、经验和设定 也像是为2015工作室 这部终于包含了诺曼尼登陆的联合突袭 所做的准备 而联合突袭也没辜负前辈们的铺垫 让荣誉寻掌一飞冲天 诺曼尼登陆战发生在游戏的第三关 而这一关 让许多玩家第一次在一款第一人成游戏里 看到了身边满载士兵的登陆艇被炸成碎片 看到了一个个战友在碉堡扫车下扑倒在前 听到了冲尺耳边的爆炸、榴弹和呼喊 游戏中大量的脚本事件 让二战战场的体验 第一次有了拯救大病瑞恩一般的电影感 嗯 有那味儿的 虽然玩过了战地和使命召唤的玩家 在面对上述场面的时候 内心可能已经毫无波澜 但联合突袭可能才定义了 二战FPS中战争临场感的里程碑 影响和启发了武术后来者 从联合突袭温事的02年开始 之后的三年内 诞生的武术也许还有人记得 但也许已经被忘了的二战FPS游戏 包括熊爹脸 红色管弦业队 可同样来自EA的同袍战友战地 以及战地荣于勋章的一生之敌 使命召唤 在默默无问的2015 则是成员们因为联合突袭的成功 而欢呼雀跃的时候 EA翻了翻荒例 嗯 事实纳心切 自信的EA向2015伸出了橄榄枝 要把这件在EA看来 毫无抵抗力的小工作室收入回下 谁赞成 谁反对 没想到2015还真敢反对 本来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但面对EA不讲道理的强硬收购 2015的创作者们却特别硬气 我2015就是饿死 死外边 从而跳下去 也不会吃你们EA一点东西 而且放心 这些创作者们收购专业的训练 是不会真相的 除非八年之后忍不住 为了不被EA收购 2015的22名主创 集体出走 投奔了动视会下 建立着私有地粉们 最熟悉的工作室 Infinity World 在接受IGN采访的时候 2015和Infinity World的创始人之一 Winston Pella承认 03年代上的使命召唤 确实有一点 对EA和荣誉勋章 说服的意味在里面 感觉像是要证明 并不是必须顶着荣誉勋章的招牌 才能成为顶尖的二阵FPS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使命召唤和荣誉勋章 每年都会拍出一部作品 到二阵FPS 这个激烈的战场上厮杀 但他们也都没能建立 像初代使命召唤 或者联合突袭那样的 丰功伟业 直到2007年 07年恰好赶上了 当时新旧主机交替的时间点 卯足了劲的EA 直接重拳出击 兵分散路 来攻占二阵FPS市场 包括登陆旧主机PS2的 荣誉勋章先锋 和登陆V的荣誉勋章英雄2 以及登陆PS3与XBOX360 这两台最重要的主机的绝对主力 也是荣誉勋章系列的另一个巅峰 天降神兵 天降神兵是个漫月型游戏 战斗的激烈和刺激场座 会随着游戏的推进 愈演愈烈 到后面面对着 枪林单语的战场 反悔落入的感觉 在其他游戏中 确实罕见 而罕见也正是 天降神兵最大的优点 因为当时的二阵FPS战场 已经血流成 事故成神 当时的玩家早就厌倦了 普通的二阵 厌倦了那些登陆战 厌倦了掩体对线 急需一款游戏 为他们带来点新鲜感 也因此 天降神兵 理所当然的 受获了不少赞誉 虽然很多玩家 为天降神兵的创新叫好 但你们想想看 在他之后 还出现过什么 以空降为核心机制的FPS游戏吗 当然 除了和平行人傻的 其实厂商们 不喜欢空降这个机制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它会极大的限制 演出与叙事的发挥空间 几乎每次战斗开始的时候 你都是在机舱里 而且几乎每关 你都可以自由选择落点 这样需要大量 固定脚本的电影化叙事 怎么做 天降神兵 虽然是夜落山极的 一次伟大创新 游戏本身也相当优秀 而且新奇 但做出改变的 并非只有荣誉勋章 隔壁的使命召唤 也在2007年 做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抛弃了二战 推出了一代传奇 现代战争 从03年使命召唤诞生开始 这四年里 荣誉勋章可以说是 年年都略处下风 而本来打算在07年 凭借《咸奉英雄2》 加创新制作天降神兵 这一套毫无私人组合拳 让自己在二元战场上 逆风翻盘的一眼 却没想到 敌人狡猾的避开了一眼的炮火 抛弃了二战这块 被战火摧残了 满目疮痍的不毛之地 调转枪头 拿下了未被重视的战略要地 现代战场 至此 荣誉勋章与使命召唤的二战 彻底结束 07年一鼓作气 却未能取胜的荣誉勋章 不得不暂时掩齐息鼓 但这段时间里 死敌使命召唤 却在利用此IP现代战争 以及战火世界带来的 僵尸模式 开疆拖土 而炮则弟兄战地系列 也靠着08年 惊艳亮相的寒霜眼睛 发展的如火如土 翻过A者以来 负责荣誉勋章系列的工作室 从最初的梦工厂互动 变成了后来的EA洛杉矶 而07年后 名字又换成了Danger Crows Games 危险靠近工作室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室 预知到了 正在一步步靠近自己的危险 反正作为EA旗下的工作室 其这种名字也没啥毛病 Danger Crows估计是不服气 自己的天降生命 在07年败给的 实名状况者现在这种 比起那可能只是 自己的力气使错了地方 没有及早抛弃 二战这个老旧的题材 要而换到现代战场上 怒死谁受还未可知 所以在2010年 第一关三年的荣誉勋章 重出江湖 带着小弟战地的寒霜眼星 以及由戴瑟夫泽制作的 多人部分气势汹汹地 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也选择了现代题材 而这一次 名字里没带任何数字 后缀或者副标题的荣誉勋章 是要夺回属于自己的荣光 恰巧三年前 用现代战争 让实名召唤 一击绝尘 甩开对手的Infinite War了 正面临核心人员真相 投入EA怀抱 成立Racebook工作室的人才危机 而此次在2016年 迎战荣誉勋章的 是由开发战火世界T组 所带来的全新次IP 黑色行动 三年前输给了现代战争 那这次能否在黑色行动身上 扳回一城呢 但反正 想要击败使命召唤 光有雄心壮志 可不够 Dendro Close首先要做的 就是为游戏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毕竟之前专注二战11年 这次来到现代战场 到底怎样才能体现出 这是一款荣誉勋章 而不是使命召唤 不是幽灵行动 不是穿越火线呢 最终闭关修裂了三年的 2010版荣誉勋章 确实让这个品牌 找到了FS市场中 属于自己的定位 如果说使命召唤 尝试着用音画和演出 来展现最真实的战斗 而战地尝试用场景和氛围 来达到最真实的战场 那荣誉勋章 就是靠源自现实的世界 来塑造最真实的战事 游戏用几段改编自 真实事件的故事 展现了阿富汗战场上 美影士兵 对抗塔利班的真实情境 游戏中的几名主角 没有黑色行动里 没森干员的传奇警力 也不是去解决 毁灭世界的核弹危机 也没有幽灵小队的尖端可计 更不像江洋队长 的凌人大意 只想活着回来 但有时也能从他们身上 看到些鱼子同袍 契约无疑 虽然荣誉勋章重启版 在单人战役里 对视频的真实描写 确实可圈可点 但这已经是2010年了 应该有人去跟他说一声 大人时代变了 隔壁的黑色行动 在单人战役别出新材的技术上 也继承了战火世界里 好评如成的僵尸模式 而自家的战地 更是靠多人模式 混得风生水起 这个时代 多人模式才是关键 可多人模式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这是网件路由器 那只翻游加速器 你这兜里揣的智囊手机 它就是遥控器 打开微信响程序 加速服务就开启 不需要买任何额外硬件 摆在家里 没网件没关系 这些品牌也可以 没连固件一升级 插件安装贼easy 不管怎样都必须用上 翻游加速器 因为有它我才能快速下载游戏 来翻游 不光能加速连机 让我顺利玩上COD 来翻游还能用来下游戏 ns每秒80MB 现在关注翻游微信旗舰店 套餐不到400元 包含翻游加速服务一整年 千兆五油它不要钱 至于10年的容易寻找 虽然多人部分的游戏性 没啥大毛病 但政治方面却出了大问题 由于本作多人部分的游戏背景 跟单人一样也是对抗塔利班 那么就必须让一些玩家 扮演塔利班士兵 但这点却遭到了包括美国军防 和加拿大国防大臣在内的 多方势力的抵制 让游戏在很多地区都禁止销售 可游戏压力来说 就是创作者和表达呀 这让我一度怀疑 天天捍卫表达权力的 自由美丽舰空气到底是不是甜的 当然看他们都那么胖 那空气应该确实是甜的 最终想凭借重启版 东山再起的荣誉寻长 卖出了500多万份 EA表示 重启版这个500多万份的销量 是个巨大成功 但面对同年2700万销量的黑色行动 EA这个所谓巨大成功 我估计也就是跟说 大神贵来特别好玩一样 自己都不信 然而对危险靠近工作室来说 靠近的危险 可并不是如日中天的使命召唤 而是曾经安前马后的袍子弟兄 战地 尽管在大哥荣誉勋装沉寂的这段时间 战地的叛逆连队1 2 以及DICE的海双眼形表现都挺亮眼 但真正让他成为战阵FPS破局者的 应该还是2011年的战地3 主机版1500万的销量 让只卖了500万的老大哥 脸王哪哥 可是 而且更丢脸的还在后面 2012年为了深刻贯彻著名军事哲学家 严锡山的存在主义哲学 荣誉寻装战士 不光使用了小弟DICE的寒爽二眼形 还为了提高预售量 把人家战地4的BK拿来作为预售奖励 一切都是为了这最后一次冲锋 这次还是演用现代题材 还是原则真实事件 还是描写真实事兵 这最后的冲锋 还是透露出了两个字 不符 但是沙沙无情 才是原罪 300万的销量 根本不允许你继续存在下去 唯一指的未解的 就是死在冲锋路上的容易训章 致死都坚持着自己找到的方向 如果说07年的清朝而出 是一鼓作气 那10年的重启和12年的战士 载而率三而劫 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原本一直开发荣誉勋章的 危险靠近工作室 第三次改名 变成了DICE洛杉矶工作室 而当初用联合突袭 让荣誉勋章登上巅峰的 2015Games成员 还在继续在动视和EA之间 反复横跳 至于由一部分IW成员 成立的Respon工作室呢 倒是公布了一款 顶着荣誉勋章IP的VR游戏 荣誉勋章超越 也不知道是要超越 荣誉勋章系列的上限 还是下限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喜欢的游戏 可以长存于世 但现实肯定不可能 归是一路还咋做 但对于一款游戏来说 如果注定要有个结局 什么算好结局 什么算坏结局 什么又算这个游戏 该有的结局呢 是命途多船的天猪 变成只狼 是太死腹中的泰坦 变成守望 是波斯王子 靠刺客信条转世还养 是英雄无敌在IP手后 克死他乡 是红色警戒 在RTS玩家箭少 类型箭摔之后 鸟进攻藏 还是魔兽争霸 用衍生出的一众经典 在死后猎土疯将 而今天的主角 虽然在使命召唤 崛起后就连吃败仗 最后因为实力不济 而落得个马格果实 战死沙场 但这不也恰好符合 一名战士 一名老兵的形象 也恰好对得起 他的名字 荣誉勋章 不管结局怎样 老兵不死只怕遗忘 所以千万别忘了 关注点赞投币收藏 收藏过一千五的话 就做起十一路 聊聊另一位老兵 Big Boss和他的潜龙电影 另外也别忘了去了解一下 能改善雷的地盐 还能加速下载的翻游加速器 我是Jaws 下期死亡搁浅 您测评再见